看到華府其實對於韓國瑜現象 應該也是有非常高度的興趣 因為2020的大選 美中台關係 可能會是牽動非常大的一場大選 所以對於韓國瑜的兩岸政策 韓國瑜對於台灣政治的一些想法 理論上 美國的政要 應該是會非常有興趣 提早一天 到底會不會跟這個有關係 提早一天 我覺得多少會有關係 因為我們都知道很多 政治上很多理由 例如說調整時差 如果要調整時差 那就很早以前就可以訂出來 說我就提前一天飛到 那麼甚至我更早一點飛到 時差就可以調整過來 怎麼會突然間宣布說 我為了要調整時差 然後提前一天晚上 還是為了甩掉記者 所以也不會 也不會為了甩掉記者 因為事實上很多的行程 都是變動的 都是額外在加的 所以有增加行程的可能性 我覺得絕對是有可能 那麼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在哪裡 美國政府是很務實的 美國政府在評估台灣的政治人物的時候 他們是評估說 你原來是地方首長 假設你原來就定位在地方首長 我大概就知道 你是地方首長的影響力到哪裡 雖然你很熱 但是我也知道你定位在哪裡 可是他現在感覺到說 這個人很有可能 那麼會代表國民黨 出來繳足大選 而且有勝選的機率 他們剛剛馬上會進行評估 評估以後 他們認為說 代表國民黨的可能性高了 而且可能是突破六成以上 甚至到七成 然後他如果出來跟民進黨 或是跟第三者 那麼開始競爭的時候 他的成功率會比較高 高多少 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們的決策的方式 就改變了 也就是說 那這樣的一個人 我們之前對他是空白的 也就是說美國的情報界 美國的政界 他們對他是空白的 因為這個人失業了17年 所以是空白的 那麼以前是賣菜的 CIA沒有答案了 CIA怎麼會對一個 台北市的果菜市場的總經理 有意見 有興趣 他沒有興趣的 他反而對目前在 活躍在政治台面上的 或者是一些 接近一些政治決策層的那些人 他們比較有興趣 所以連美國人都很焦慮 美國人也會焦慮 因為對他們來講 資料是空白的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 因為我沒辦法掌控 沒辦法掌控 我就必須要接觸 接觸的時候 我就越多的接觸越好 因為我越多的接觸 我可以從你的講話中 你的深情中 你的各方面我來開始判斷 我會提出各種奇奇怪怪的問題 我看你的回答 反應的過程裡面 我開始在做決策的分析 因為我是研究決策的 我花了很長時間 研究人類的決策行為 他就開始在判斷你的 很有可能的 這樣的一個人的決策 你的模式大概是什麼 可能是哪一種類型的模式 哪一種類型的模式 他們就開始分析說 你大概會朝哪個傾向走 朝哪個傾向走 這個就是美國 我個人是認為說 哈佛大學為什麼會改題目 改題目一般來講 是不是很禮貌的事情 也就是說我跟你談好說 我現在邀請你來 那麼來談這個 現在我改題目了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訊息變化了 狀況有變 狀況有變了 層級拉高了 為什麼 怎麼會地方受黨談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的決策權 很明顯的就是在總統 怎麼可能會在市長 請問一下全世界有哪一個市長 有兩岸關係的 或者是有對外關係的決策權 沒有 就總統才有這個決策權 哈佛大學幫你改題目 那就代表我已經評估不一樣了 當我評估不一樣的時候 你不能排除華府的 包括CIA的 包括決策的 或是包括共和黨民主黨的 相關的人士 你不能排除他們不會進去 智庫也可能會有人進去了 為什麼 因為本來費政欽的研究中心 就是跟很多的智庫是有合作的 而且他們的合作是很緊密的 然後他們寫的報告裡面 他們所發表的文章裡面 事實上是華府他們的研究 研究大陸的研究台灣的 研究美中台三角關係的 一個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 那這樣的情形下 你就可以知道他們的人脈的這些人 相關的人就會進來了 進來了以後 當然大家就會想 我對你韓國瑜 假設你當中華民國總統 你對於大陸 你對美國 你的態度 你的立場 你的看法 那麼他們可能會開始有興趣 他們要提出很多問題 來跟你請教 這樣的情況 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規格不一樣了 那就代表美國政府在評估 韓國瑜的規格不一樣了 現在好了 美國政府既然評估規格不一樣 華僑本來就是一股熱情 我們的華僑就是愛我們中華民國 華僑愛了中華民國 韓國瑜本身就是有 中華民國的色彩 而這個色彩那麼的鮮明 所以他要去的消息一出來 整個橋界當然的轟動 因為一個中華民國 一個大家那麼愛的 一個中華民國的一個 有這麼鮮明色彩的韓國瑜來 當然就造成轟動 講到這裡不一樣的時候 我就回過頭來 人家美國不管我們的橋界也好 不管美國政府也好 評估已經改變了 我們黨的評估 不變億萬變 那我就給 你怎麼知道沒變 有 我的觀察是沒變 沒變 其實我們知道在研究決策的時候 有一個就是樹狀決策模型 樹狀決策模型很簡單 你就先問大家 因為之所以你會跟這些會面的人 都破局 就是因為國民黨內部本身 沒有信任機制 大家彼此之間不信任 怕放話 怕傳話 怕編話 怕講話 然後造成很多的問題 好 我個人認為 吳敦毅你可以採用這個方式 第一個我宣布 我絕對不選2020年 第一個就是選跟不選 兩個我告訴你 我絕對不選了 吳敦毅第一個宣布 不選了我就開始問徵召 假設 我這是假設語記 假設徵召韓國瑜 王金平接不接受 假設徵召韓國瑜 朱立倫接不接受 如果朱立倫跟王金平就說 如果韓國瑜同意 我們都接受 這個問題就決定在韓國瑜了 可是王金平沒有這個表示 對 所以這個就是要談 你可以公開談 你也可以私下談都可以 但是你就是要談 也就是說我先做一個假設 我徵召韓國瑜 你們接不接受 如果他們說我都可以 假設我們的結論 我們的預設 假設他們說我接受 一個就是我不接受 如果說假設我接受 然後我再問一個問題 如果韓國瑜不接受 那就責任在韓國瑜嗎 我們就以初選制 你們同不同意 如果他們都覺得說OK 這樣我同意 所以等於是假設徵召韓國瑜 韓國瑜接受 我們就決策都到這裡就決定了 假設徵召韓國瑜 韓國瑜不接受 他不接受徵召 他就想當高雄市市長 我們就啟動 因為他拒絕接受 我們就啟動出選制 大家都沒問題 這麼簡單的決策模型 先生 不對 主席 主席 這種決策模式不難 那麼麻煩你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就啟動一下 搞不好你就一下子就把國民黨這些難解的問題就解開了 阿扁有說 賴清德說要特赦阿扁來的時候 說他父子伏玄有功 後來不是有人就提出要蔡賴沛嗎 對不對 阿扁是挺賴清德 阿扁怎麼同樣挺青檔的 他講什麼 就十一天前 他說 他講政治不是那麼簡單 搞笑 政治不是數學 一加一不等於二 政治是化學 蔡賴上賴不是最強的 那時候是他要聽清楚了 好 那前天他又講了 是不是應該把蔡賴配 或是賴蔡賴配拿出來做做民調 你會聽的人就知道 阿扁要去出門搜尋了 他沒有再堅持聽清德了 所以如果清德 他又變成孤軍紛 他又像我一個人在聽他 韓國瑜這個問題也 剛剛賴老師講了 沒那麼簡單 真的沒那麼簡單 正調 你要了解 吳主席 當然現在有人講 你要不要選 你先表態 我們坦白講 我們跟他那麼久了 他準備十幾年了 你說他都沒想要選嗎 但是他是一個進入地位的人 主觀客觀的行政 對什麼優利 他主做秘書長 我跟你講 當年我要爭取台南市長提名的時候 合併前 他也一句話告訴我 他當秘書長 龍介兄 我看目前你選不上 我當秘書長就是要找出最強的候選人 他這樣說 這樣跟我說 你看我 我不是對心說 他現在也應該要跟王敬平這樣講 他這樣說 他做秘書長這樣說 他做主席也這樣說 所以我看他在這點找出最強的候選 沒有變 10年來沒變 那個時候因為他沒有要選台南市長 不是 就是說 他這個態度是對的 所以現在才會說 克魯要徵召韓國瑜 這是對他的家裡說出來 克魯 所以大家在說 你如果不說你不選 人家就要幫你贏了 各位你們都要提供 不要放話 我希望你再次找出這種情況 我讓你來替你 成員 年輕人 你們都可以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